欢迎关注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这期视频我们来说说中国的电动车 南华早报在周末有一篇长文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篇南华早报的文章 中国电动车大战比亚迪如何在12年内 从伊隆马斯克的嘲笑中成长为 巴菲特公司哈萨维公司荒谬的981美元的成功 这篇文章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叙述 这提到比亚迪在2022年交付了186万辆 全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比特斯拉的130万辆的交付量高出了42% 而自从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在2008年首次决定支持这家汽车制造商以来 比亚迪的股价已经飙升了整整40倍 文章就说曾经当被问及比亚迪的竞争时 伊隆马斯克是笑了 将比亚迪比特斯拉早三年将电池驱动的汽车推向市场 而马斯克则称这种汽车在技术上没有吸引力 特斯拉于是在第二年推出了他们的S型车 迎来了内燃机的消亡 而比亚迪现在是这个文章说是笑到最后 在2022年交付了186万辆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比特斯拉的131万辆多出了42% 跟随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2008年投资比亚迪的投资者 也得到了回报价值增长了40倍 而查理芒格在比亚迪看到了马斯克没有看到的东西 而比亚迪以其高性能的电池在竞争对手中有优势 而他们还拥有良好的产品系列以及新潮的设计 更能引起中国顾客的共鸣 比亚迪于1995年开始生产手机用的可充电 干电池以及电池 在2003年 比亚迪是买下了西安勤川汽车公司的牌照 而进行汽车的生产 比亚迪当时的第一辆车是F3 而是一款简陋的微型车 这里值得说一下的是 这辆F3是逆向工程的丰田花冠 或者是说丰田卡罗拉 这辆F3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魔感 这关于比亚迪的F3 我觉得另外可以开一期视频来 简单的说一说比亚迪逆向工程之路 这里还是回到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 文章集训说是比亚迪保持低调 并很快的成为出处茅庐的汽车人的首选品牌 比亚迪也在电池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最终宣布将实行全电动化 而由于缺乏充电网络 比亚迪的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逆向工程的F3电动型项目 在2010年被搁置 而创始人王川福是坚持不懈 他一直专注于创新 也使比亚迪取得成功 在其早期 比亚迪找到了在室温下制造 手机电池的方法 使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而在20年后 该公司比升了规模为电动汽车进行创新 比亚迪一谈到比亚迪的话 你肯定会想到一个叫刀片电池 或者叫叶片电池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比传统的圆柱形的排列 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 以及耐热性 在2022年 比亚迪是世界第三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 生产了70.4兆瓦时的电池 占全球市场的13.6% 特斯拉正在为他们的Model Y车型 中型SUV使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并宣布计划建造一个工厂来组装 他们的这个电池 而比亚迪拥有整个电动车电池的供应链 使其能够控制成本 以及完善交付 比亚迪的旗舰车型 汉电动车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 为715公里 而0至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仅为3.9秒 比亚迪还发布了 其比亚迪发布新能源专属智能 车身控制系统叫云联 第4S 车身控制系统 也是中国第一家拥有并自行开发 此类技术的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没有开发自动驾驶系统 和数字驾驶舱技术的影响力 所以他们正在与科技公司 形成一种某种微妙的合作关系 并对他们自己的车进行微调 比亚迪目前正使用 百度叫阿波罗项目开放平台 来开发其自动驾驶能力 以及基于华为公司 叫鸿蒙操作系统的 嗨卡系统 比亚迪也正在向南美 欧洲 东南亚 印度和中东地区 出口其车型 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诱多车型 作为中国政府 中国制造2025工业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比亚迪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其年销售额的10%来出口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伊罗马斯克 已经从嘲笑变成了尊重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 他还赞扬了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工作 比亚迪是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他认为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因为在2022年销售的2686万辆 中国新车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电动车 而瑞银预测到2030年 进入中国道路的每五辆新车中就有三辆是电动车 BRT负责品牌和公关关系的助理总经理布莱恩罗表示 他们并不反对于特斯拉大众或同用汽车进行比较 但他们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制造商 伊隆马斯克也已经从嘲讽转向尊重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赞扬他们的努力和智慧 比亚迪也是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他认为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那这里就不得不再说一下巴菲特了 巴菲特在多年前投了比亚迪 是不是也意识到比亚迪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制造商呢 而谈到巴菲特这几天还有一个事和巴菲特也有关 沃伦巴菲特在上周也就是4月13号接受了CNBC的采访 当时他是盛赞蒂姆顾克执掌苹果公司期间的出色表现 巴菲特就说顾克是我遇到过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他能准确洞察行业需求 并以非凡的方式管理这家公司 巴菲特还认为苹果公司拥有强大的品牌依赖度 即便是有人花1万美元买你不用的iPhone手机 预估大部分用户也不会答应 这里是巴菲特的原话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苹果用户 有人给你1万美元 希望从你手中拿走iPhone 并要求你后续不再购买iPhone 相信你不会接受 如果有人花1万美元 让你不驾驶福特品牌的汽车 相信你会拿走这1万美元 然后再买一辆雪佛兰 他说苹果 他说iPhone为用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被孩子们滥用 蒂姆库克很关心这一点 一切都可能被滥用 但我认为蒂姆库克关心这一点 而经济学人这几天也有一篇文章 关注到了中国电动车 文章 中国正在引领对现有汽车制造商的挑战 就提到 在20世纪初 有100多家美国公司在手工制造昂贵的汽车 巨型工厂的第56号工厂显示了规模化生产的复杂性 每辆奔驰高端S级车都有多个级别的装饰 并有多种选择 需要数以千计的零部件 新进入者往往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车型 而且选项很少 而特斯拉承诺廉价的Model 2起价约为25,000美元 并称其Model 2的生产成本将是Model 3的一半 而较新的公司与专业装配商合作已降低制造风险 以制造苹果iPhone而闻名的富士康 将制造飞斯克的中档汽车海洋 吉利与富士康也达成协议为第三方制造汽车 富士康还购买了位于俄亥俄州的一个EV工 也就是电动汽车工厂的股份 中国的出口正在快速增长 中国的企业正在关注欧洲和电动汽车 这可能使得他们在征服世界方面获得优势 因为买家可能会减少对大众市场上的成熟品牌的重视 中国的电动车初创企业 比如比亚迪、长城、蔚兰以及小鹏 正在欧洲和中国各地销售汽车 2022年占西欧电动车销量的6.2% 比亚迪计划建造一个欧洲电动车工厂 咨询公司高德纳的预测到2026年 全球销售的电动车中有超过50%是中国的 中国的企业优势在于成本低 可以接触到电池业务和国家资金 同时也需要通过出口来实现未来的增长 而西方的传统企业则很难转而生产电动车 因为电池成本高 而且电动车的利润比内燃机车的同类产品低 斯塔兰提斯的老板卡洛斯·塔瓦雷斯则认为 与中国人对抗的唯一方法则是拥有可比的成本结构 中国的电动车在续航能力和效率方面 与全球品牌不相上下 但价格非常低 欧洲企业正在努力跟上中国汽车买家的口味 因为他们现在专注于创新 私募基金、科技公司 甚至老式的汽车制造商 都投资于电动车的初创公司 比如Rivia以及蔚来Neo 这些公司在造车方面一直在挣扎 他们的估值已经大幅下降 而这些公司能烧多少现金能在竞争中保持多久 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如果喜欢请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